Siren Head 大约12公尺高 与电线杆大嫂相似 虽然皮肤看起来像深锈的金属 但实际上却是干燥 木乃伊化厚的皮肤 跳着与身体一样长 如长臂圆一般的手臂 能够抓取大范围内的东西 Siren Head 曾被目击到不同的头部外观 不确定是存在的不同的牙种 还是它能改变自己头部外观 以便在狩猎时更好融入环境 他是个极高明的掠食者 是要用欺骗和诡计来使猎物混乱 迷失方向 目前不清楚他是如何从杀害的猎物中获得营养 他头上的扩音器持续地播放着诡异的音乐 奇怪的对话片段 怒吼着数字或词语 当他入睡时则会播放白噪音 在头部的每个扩音器里 都有着一张嘴巴还有细长的舌头 扩音器是他身上唯一真正的金属部分 与他的皮肤融合在一起 他的胸部和腹部有蠕动的电线紧贴皮肤 他能在狩猎时数天保持不动 他最常出现在胶躯 特别是在树林 当播放声音时 他的头部会不停转动 就像猫头鹰在搜寻猎物一样 Siren Head 实际项是由加拿大插画家 Trevor Henderson所创造的怪物 上面的叙述也是他曾提过的设定 Trevor Henderson喜欢怪物 恐怖故事 为纪录片形式的恐怖照片等 并且也在创作恐怖漫画 但更多人知道Siren Head 可能是经由这个恐怖游戏 这个游戏是 Moders Interactive 在The Haunted PS1 Halloween Gen 活动中的作品 Game Gen是一个开发游戏的活动 参加者要在短时间内 开发出一个符合特定主题的游戏 一些大型的Game Gen甚至会有上千件作品 而这个Game Gen的主题 就是要做出低画质的恐怖游戏 游戏其实非常的短 在游戏中玩家会看到掉落在地上的背包 奇怪的爪痕 衣服的碎片等 当调查到一滩血迹发现事情不对劲 准备离开时 Siren Head 就会在生火出现 发出各种噪音 并朝玩家走近 玩家如果速度够快就能成功离开 否则就会遭到Siren Head 杀害 那Siren Head 到底是不是SCP 为什么有些人会称其为SCP-6789呢 目前Siren Head 不是SCP 一个SCP至少要在主战或各国分战上有条目 并且经过社群中其他人的评分 另外SCP的图片需要符合创容CC 姓名标识相同方式分享授权 而的确有人以Siren Head 为原型 写了SCP-6789的条目 但却是刊登在SCP Sandbox上 SCP Sandbox 主要是让人练习 SCP条目书写的格式 储存还没有完成的作品 或是在主战刊登作品前 先展示给其他人看 以得到建议 并且规定不能以SCP变化作为标题 所以Siren Head 并不能算是SCP 虽然并不能算是SCP 我们还是来讲讲SCP-6789这份文档 SCP-6789 Siren Head 项目等级 Keter 特殊这种措施 SCP-6789 必须不计一切代价的 这种在Side 20.8公尺高乘20.8公尺宽的房间中 房间内需要声音防护装置 与SCP-6789的接触被O1会否决 除非得到O5-3的指令 若在O5-3的指令下需进行接触 以下规则需被遵守 每次至少两名低级人员进入受容间 并且质疑热感应系统监视 低级人员需配戴心跳间时宜 除了机动特殲队Gamma-5 在受容10小时能进入受容间外 研究员与警卫皆不可进入受容间 为得到O5-3授权打开受容间者 将被立刻处决 受容间外去配置两名武装警卫 描述 SCP-6789是10.68公尺高的人形个体 具有出地的长手以及两个领扩音器的头部 SCP-6789似乎使用广播沟通 能接收不同地点、时间的信号来完成对话 并且能模仿遭受核武器攻击时的警报声 SCP-6789能随意控制声音的传输 并且能一次导致人昏迷或瞬间死亡 它的外观看起来极度营养不良 并且遭受过烧伤 理论认为SCP-6789能借由假的核战警报 引发真正的核战 发现 SCP-6789因为极大音量、大范围的警报声 以及广播中的对话 于1986年在喜马拉雅身上被发现 谣传有部分人前往SCP-6789所在地后失踪 在得知该个体后 基金会立刻采取行动 并紧急撤离附近地区的居民 行动失败 部队报告在巨大的音量下 一半成员失踪 而另一半因巨大的音量脑部爆炸当场死亡 其余部队掉头 两名人冤被抓获并撕裂 任务中SCP-6789总共导致14人死亡 第二次尝试中 使用轰炸机战时伤害了SCP-6789 指寄音会得以收容个体 以上这些SCP-7box上SCP-6789大致的内容 因为原文是英文 所以我大概翻译了一下 看完这篇的感想就是 果然SCP主战需要评分还是有道理 这份文档毫无疑问是我看过写的最差的文档 文档的内容本身充满槽点不说 用词和语句极其不同顺 让人阅读起来十分痛苦 我翻译时有尽可能让它通顺了 最后如果对三位客人有兴趣 可以追踪Trevor Henderson的社群网站 或Patreon赞助等等 我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在说明栏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谢谢帮我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算不喜欢吧 希望做成来的CPU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